2022年到12月2023年 然后你看到右手边的话 它是从明年的1月份到12月份 OK 所以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所以首先我们先看下左边的 左边的这一个 是从今年的10月开始的考核的人 是不是 他其实基本上讲 就是给所有的new pin data 就是他全部 他是可能是pin advancement 或者是他是新科的人 OK 所以原生从新的人来讲的话 其实基本上讲 我们会focus在新的brand partner 跟新的senior brand partner 也就是说 他在今年目前为止 没有上过brand partner 或者senior brand partner的人 就是他都可以用第一个的考核条件 也就是说 他只要在10月到明年的12月之间 有曾经4个月里面 OK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同时有做到15000 同时又有maintain 他应该要maintain的tidal 这样子他就算是一个月过 然后他只要repeat4次 这样子他就可以考核到 这个Hokkaido trade 可是这一边 其实我们有在 其实你会觉得 他跟今年的那个 new enhancement trade 有点的类似 可是其实我们有improvide 跟有improve了一个部分 你们仔细看 他的字眼是写 achieve 15,000 GSP plus TOV from你的G1 to G3 意思是说 你自己本身最少一定要做3000分 这个是肯定好的 可是如果你有做超过3000分 其实你这个15000分 是可以包括自己的业绩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自己本身 我可以做到10000分 我下面有一个G1或者G2 他们加起来有到5000分 这样也就是说 那个月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所以这个好的地方是在什么 因为其实把logic来讲 今天如果你带一个新人进来的话 是不是 一般上来讲 我们都会先教这个新人 先做业绩先吗 before你真的可以 在他下面找到一个 potential的那个G1或者G2 这样子 所以你都会先教他们 你们如何稳定业绩 如何将把业绩做大 所以其实这一个地方 它有个好处就是 今天如果他自己本身的业绩比较大 OK 然后他过后 他有带到一个新人 他聘的完胜上了 那个brand partner 然后他的新人 可以做到2000分 或3000分 或者是甚至5000分 这样子他们自己本身 GSP跟TOE加起来 有到15000分 这样子的几率 其实相对来讲会比较高 而且一般上来讲 我知道 我相信大家 可能你们自己本身也知道 如果你会懂得算 complain的话 我知道有很多人 他们可能考核 一些trip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我下面的分数不够 所以到最后 他们会怎样 他把他分数放下去 给下面的人 可是其实你也知道 在verocity的plan里面 其实他最赚钱的 在初阶段来讲 所以最赚钱的 其实是你的bill bonus 因为我给到40% 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原本可以做10000分 可是为了考核这个trip 我把我另外的5000分 放下去下面 我没有maximal我的commission 这样相对来讲 很多新人 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他会觉得 为什么我考trip的时候 我赚的奖金 反而少过我没有考trip的时候 so that's why 为什么他会把这一个部分 做了一个小微的调整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今天除了考trip之外 其实很多人来做newskin 都是为了来赚钱 所以他们不希望 有些人为了考trip 而把他的sales分散出去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喜欢帮下线 可是帮下线 有时下线不是马上 你一点他就通 所以that's why 他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给他一个伸缩性 就是他可以自己本身 把自己的业绩做大 然后同时他又可以带新人 新人可能只可以做2000分 不用紧 上线他自己本身 他要考trip 他可以自己本身做大业绩 去弥补这一个部分 所以that's why 这个就是这个新科的 这一个brand partner 跟新年brand partner 比较伸缩性的地方 然后同样的 也是for exaggerate brand partner 他的考核条件 其实跟上面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 必须要是红宝的 那一个structure 就是有四个G1 可是在我们 讲这一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都没有 所谓的certified line了 也就是说 你们以前过去的概念 都是知道 我的G1必须要有2000分 所以我们在讲的 这个新的考核条件的时候 你的EPP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有四个G1 他们有没有免天2000分 有没有拿flex port 甚至他可能只是零分 OK 在当个月 你依然是EPP 所以其实你只要有四个G1 同时你的整体业绩 包括你自己 还有你的G1到G3 都有15000的话 这样子你也是可以用 EPP考核条件 but of course for这一个senior brand 从brand partner到 那个EPP的 那个考核条件 当然就是属于 你如果没有曾经上过 这个pin advancement的话 这样子你可以用这一个 所以其实你也是可以 跟account manager check 你们自己本身 或者是你的下线 他现在目前最高 OK system里面 其实你们在自己的system的recognition 也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他们最高目前的titel是什么 如果打个比方 他现在最高titel 是brand BR罢了 这样恭喜你咯 他只要用brand partner 他就可以考了 可是如果他在过去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有上到 senior brand partner 或者是exagree brand partner 这样子他就要以 更高一点的资格去考 也就是下一个brand director 所以我相信在这边的 所以我相信在这边的你们大部分应该都已经有曾经上过EPP了的 这样很大可能性你们的考核条件都是在brand director以上 所以其实他的考核条件都是跟上面我该所说的两种情况是一样 只是你需要在当个月achieve的分数就不一样了 好像brand director他就必须要是25000 senior brand director就要45000 如果是曾经有上过exagree brand director的话 如果是上过senior brand director的话 他就要pink advancement上去exagree brand director 你就要有75000 可是其实如果你们自己本身有设立目标 就是你们想要pink进阶的话 其实坦白讲啦 你看一下他的分数 我觉得他并没有很苛刻啦 因为senior brand好像打个比方 我们拿senior brand director就来讲 他一个月是achieve 45000 可是你们也知道 我如果要达到这个director的话 我原本就要一条10千的分 跟一条20千的分 所以其实你已经把30千拿走 这样子也就是讲 大家其实自己本身都是在免天着15000 15000 需要额外多做的就是15000的那个业绩 所以其实他这个业绩是有实际上本身算过了的 所以这个就是pink advancement的情况 来考核的 ok so我在那边post一下 你们谁人有问题 for这个pink advancement的titel的 你们可以现在unmute你们 你们可以问问题先 before我去另外一个site 有吗 大家好像都ok啊 ok好 所以如果是ok的话 Matthew可能可以讲一下 这个最后那个就是pay ebp upon new pin advancement to december 23 ok sorry 忘记了下面这一个 ok 所以你们会看到他下面有一个附带条件 不管是每一个titel 他下面都有一个pay as a mod pay as a mod pay as a mod until december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用那一个titel来考的话 他还有一个条例 就是你必须要免天着这一个titel 一直到december 意思是说 打个比方啊 如果我是明年的2月 ok我用 我是要pin advancement去brand director 很像我现在old的话 我是一个ebp 我最高的diter是ebp so我需要用new brand director的那个情况来考 so我现在在累计我的分数所有东西 so我明年2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 第一个月brand director ok 我有assure到25000 也就是说你已经开始了你的考核 可是有时考核情况 你不会每一个月都做到的吗 so可能3月我没有25000 ok 我没有考核 可是你要注意一个重点 就是3月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的titel 最少一定要maintain着ebp 也就是说 当我一考核了那个条件过后 就是 我就必须要maintain着 这边所定下来的条例 这样当然 我初级的leader都是比较简单 就好像你如果是今天是 brand partner 或者是senior brand partner 你最少都要be out 这个我觉得是很reasonable的 因为你不可能跌GPA 所以如果你是用ebp的话 就是 你最少都要maintain一个bp ok 一直 就算当你当个月没有考核的时候 就是你都要maintain着这个leader 这个是一个很小型的 因为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条例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pink advancement的那个情况 matthew你讲的就是说 他们要他们achieve到那些2月份achieve到 他就从2月到12月 最少 不是考核的那个月 而是每一个月都要最少要有ebp的leader 对啦 对啦 可是是不是solid无所谓的 是不是solid无所谓的 可以grace啊 可以怎样啊 但是一定要有就对了啦 对啦 没有就是整个chip fielder了是吗 呃 算是 我不要把话讲得很决限啦 ok 可是呃 因为毕竟还是第一次 呃 斟酌啦 我们斟酌情况来看啦 of course when你们以灵魂下去给你的下线 所有时候 你当然还是继续跟他讲是不能够啦 ok 不要给他们有退路 ok ok continue continue so 接下来你们会看到右手边的 ok of course 你也会有些情况 可能 在线上的有些你们最高的diter 可能已经去到 新的brand director了 ok 虽然我也知道你们可能也会想要set goal ok 我要冲上去ebb ok 可是毕竟因为他考核 他还是有一个期限 so that's one 你会看到右手边 他会有另外一个叫做 pin title maintenance 也就是说 可是这一个citeria 他只是开放给 brand director以上啊 ebb没有啊 ebb你有机会可以上brand director so他只是开放给brand director的 diter以上 也就是说你们 如果现在目前 highest pay 是在brand director以上 你才需要看右手边 如果没有的话不需要看 ok 这个就像我所说的 他的考核条件是从明年的1月开始 因为我们必须要到今年的12月 才可以知道你其实最highest的平台的是到什么阶段 ok so 不过我相信 应该so far大家可能都是每天这次下 因为我们so far 已经来到last quarter reset也过了 roomingspotio也过了 collagen也过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应该这个就是你们目前最高的titer ok 所以你们其实可以开始plan 所以如果let's say 你想要用现在最高的titer来考核 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最高的是senior brand director ok 我可以不可以不要pin advancement 可是我用现在代的考核 可以ok 所以你看右手边brand director的情况 其实他只需要在明年的1月到12月之间 他有pay as brand director 4个月 ok 就是你现在怎样pay as brand director 就是as a grid一样的 ok 4条角一个大脚10千分 ok 有其中4个月 你有自己本身有brand director的titer ok 然后我们就会总结 ok 从明年1月到12月 跟今年1月到12月 ok 你必须要有60千的那个tov的增长 在你的g1到g3里面 ok 然后当然你没有考核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也必须要pay as最少eBP 所以以此类推 senior brand director 他就必须要有70千 然后如果你最高的ditor 是as a brand director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80千的业绩增长 ok 所以这个就是 不pin advancement 可是pin maintenance的那个情况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streetforward 还是一个很简单的 so of course 我们自己本身 如果我们要well brand on这个部分 一样的情况 其实我当时看这个考核条件的时候 我是觉得 其实他这个考核条件 他最主要focus的东西 其实在初阶段并不是自己 他在一开头的时候 他要focus东西 是你如何在下面 找到新人 去考核 初阶段的考核条件 就是你的brand partner 跟senior brand partner 因为我相信 你可能有很多线上 或者是现在assisting的builder 他们可能多多少少 可能已经上过senior brand partner 或者甚至已经上过 exaggerate brand partner了的 so可能对他们来讲 这个trip 他们需要再 further pink advancement 他那个鼓励性不大 可是我觉得 如果是新人进来 你同时教他做业绩 又同时教他下面 复制一个 他看到钱 因为他自己本身 还是可以自己做十千分 他看到钱之一 他同时又可以 复制下面的人做 然后他自己本身 又可以去trip 我觉得这个其实算是双赢的一种情况 而且其实虽然你会觉得 哇 Mathieu要增加六四千 或者是我一个月要做到四十五千 还是多少钱 这样子哦 好像很 好像很 很challenge 当然如果今天 我们还是用回BDM的考核方式的话 就是自己做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你的G1 他不受控制吗 你自己做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业绩 其实是很难做的 自己做回来 可是如果今天 有办法把这一个idea 卖下去给你下面的那些新人 鼓励他们去考核的话 就是 我可以跟你讲 initially你的六十千也好 七十千也好 还是你用pin advancement的 那个track 你每个业绩 而且那个二十五千 四十五千 他自然会来的 因为今天这个业绩 他绝对是不可能 你们自己做 他必须要去鼓励 下面的人去考核 而且必须要是你的G1到G3 所以其实我会讲 这个trade 他其实很focus 每一个线上的这些 builder跟leader 是不是 去真正开回新线 把新人带去Hokairo 这样子你才会有机会 可以考核得到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在过去 我们其实也可能 多多会看得到 MBTN却说 不是讲好不好 而是 如果我找不到一个对的人 其实有时候我会很安垂 因为我好像只差一步 然后我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upline会怎样 他就会觉得 他不理了 我补下去先 OK你们这些都是leader 你们都知道这些术语 OK 我补下去先 可是当你一有这个动作的时候 是他其实就没有去 promote你们自己本身的strength 跟你们的basic的fundamental 因为他一定多多少少会跑歪一点点 OK 所以这一个我会觉得 他的考核条件 虽然是比较难 可是上号 他其实是很讲究 你如何去build一个fundamental 你如何去让下面的人考核得到 慢慢把这一个月期 有contribute回去 你自己的组织 而且很好的地方是 因为他算你G1到G3 而且他没有cap 没有cap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自己考 你同时你的G1 G2可能也有人在考 你们记得我之前讲过 那个Soway Asia Sustainable Growth Challenge 是不是 我们也没有cap winner的吗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也没有cap winner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他in between 都有很多人一起在做的话 其实我可以跟你讲 新人的15000 他真的是不难 因为大家一起分工合作去做 OK 所以只有今天 如果你把所有东西 攬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做的话 当然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challenging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新人考这个trip 他的希望是远远大过 assisting的人 可是assisting的人 你们也不用气馁 因为其实只有新的人 他们觉得有机会在考 我跟你讲 有是新人 最难做的东西是什么 拉牛上书 因为他不愿意 可是如果这个trip 你让他看到希望 他们愿意自己考的话 你讲什么 他也觉得是想的 因为他看到那个希望 他觉得好像真的不难 你甚至你可以跟他讲 因为这个考核条件 其实是公开式的 每个人都看得到 你看他讲 你看我们上线 我们要考几难 你们这样子考完了 你们几容易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东西 让我看到的东西 是说服下线先考 你让他们看到那希望 其实你们 还是有很大的hope 可以考得到的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 这有什么要补充 没有 我觉得可能要讲一下 还是一样 我觉得那个Pay EBP true qualification在那个另外一边 就在右手边那个 他又怎么去看呢 因为你讲的是60千 一整年的year over year growth 这样他是从什么时候 qualification开始呢 还是他每个月都要开始 其实他是一年总结的 一年总结 所以你们其实到年底 明年年头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会让你们知道 你们的base 因为他的考额条件是January开始 所以我们会让你们知道 你们今年整年的业绩的总结 是多少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换算回去 可能我每个月最少都要 hit到多少 然后才可以做到这个60千 但是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讲的是 我要maintainEBP true out qualification 就是我是 这样我是等于1月 要maintain到12月了 这个我们在问这regional 因为这个有一点catch 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一个 之前他的写法 我们在跟regional confirm着 虽然他跟我们讲 其实也是一样 你第一次 pay回brand director的时候 然后才开始算 他讲其实跟pink advancement是一样的 可是我在跟他 quareify着 因为他写的方式是写 when qualification start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 这样子应该照理来讲 是January 可是of course 我们有feedback给他们 因为我们也知道 其实这个是maintain回代的 可能你曾经有些人 他们上代的 可能现在已经跌到 let's say 可能已经是senior band partner 罢了的 我们可能不够时间 让他们在降短的时间 快速的在January 这件回来brand director 所以等下我们有在问过 不过业绩肯定是 从1月到12月算 我们不会看他几时开始 pay回brand director 或者senior brand director 然后才开始算量业绩 我们只会看1月到12月 一次过 只要他要考的话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要问Matthew吗 Matthew是一张票 还是两张票 还是怎样 一样啦 我们的practice 我们还是看他们的户口 有多少个人 就是看多少个人在account啦 对 so maximum是两张ticket啦 跟现在的情况是一样 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没有那种 所谓的一张ticket 两张ticket啦 因为你看这里的口 全部都是直接就两张ticket了 是不是 对 I mean就是你一定要有两个人 在里面啦 对 所以我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们看 不管是这个new pin advancement 还是pin 台的 and maintenance啦 我都会觉得 其实你们现在开始就要准备 ok know到有些人 你们可能已经在考核着你的 Melbourne but I think that actually 它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so 因为它最重要的东西是 你们现在必须要开始找人 它其实regional 他们一直都有 所谓的early qualification的情况 是因为他们知道新人 一般上也都会比 existing builder 更需要多点的时间 让你们去drive 因为其实有时 他的location是忽然间announce的嘛 他没有讲很像六月 我就开始announce 因为我不要影响到现在的trip so that's why early announcement for这个qualification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也是 可能我后改到 我announce出去了 很多新人很兴奋 可是我们也知道 其实你要他换 一件做到15000 他也是需要时间 所以其实这个三个月 我可以讲 它其实也是一个关键 因为你让新人 尽可能的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先做好他的fundamental 也给你们existing builder 我先去找人先 找够人 so他at least 他到一月开始的时候 他是真的是有 复的12个月去考核 rather than我12 一月才让他开始考核 或者我一月才announce 这个location的话 就是很多人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他其实只剩下可能6个月 或是8个月的时间去考核 他是不够时间的 对新人来讲 这样子新人考不到 间接信息来讲 他就会影响到 existing builder 因为其实他这个是一个 我们可以讲 他是一个连锁反应 就是新人 怎样影响到 existing builder 去考核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都有所谓的 early qualification 而且加上我 如果你们有谁有参加 那一个 我们的那个epp workshop jason其实也是有讲过了 这是我们在 12月的时候 如果无意外的话 collagen会进来 ok so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抓手 就是透过那个东西 其实我跟你讲 任何的qualification 你可以越早考核 多一个月 就是一个月 因为我遇过很多的情况 就是很多 leader到最后 就是dampang那一个月 因为你有时候 你还没有发生的月份 你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可能market换钱slowdown 或是可能很多人换钱 不要消费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你越早准备 你越早开始 其实对你们来讲 他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chartroom chartroom里面 那个 Aster的问题 有我在看 OK 打好了 based on which year 2022年 就是2022年 1月到12月 我们会算完你们 G1到G3的 业绩 然后我们再compare 明年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如果是你们开始 build你们的G1跟G2 或者G3 其实对你们 考核到这个 去的incremental的业绩 是有帮助的 你每天有两个 你只有30千了的 你现在 accessing the sales 你会有多一个30千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他是一个 蛮achievable的 因为觉得60千 你出去12个月 他其实也没有 很多个注目 就是增长多几千 几千几千 还有一个我觉得 刚才Mathieu讲的 可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讲的 我第一个也是问Mathieu的 就是有没有encumber 就是他讲的 就是说 既然那些你考 你的下线也在考 你的下线的下线也在考 他们其实的业绩 全部是拦在一起算的 全部都可以算的 所以其实如果 你有两代人在考 这样基本上就是 那个业绩 就是一定是大家一起算 每根都有的算 这样我觉得 这个是很好的 那就鼓励大家 每层都算就对了 每坑都考就对了 想象如果你要 那些你要做EBD 你75千 那些你有两只脚 两只脚都有一两代在考 这样怎么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而且否则是 如果你们要PIN Avancement 要上Senior Brand Director 甚至要上Exaggerate Brand Director 跟你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抓手 我有一个问题 是 就比如说那个新人的那考核 BP或者是SBP 那个15千是每一个月 4个月 4个月还是其中一个月 每一个月 就是你的那个4个月里面 一个单月里面 一个单月里面 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就是你的整体业绩 有到15千 然后还有就是 你有Maintain着那个Title 就是如果你是用Brand Partner考的话 你在当个月 我必须看到你的SBP最少都是Brand Partner 然后你的整体业绩有15千 这样子重复4次 可是它不用连续 它可以跳这种 我跳这种的话 可以拿Flexblock吗 考核的东西 从上升会拿Flexblock OK 明白 Matthew还有一个东西 刚才你讲的 可能从Aster的问题里面 就可以知道 其实你刚才讲说那两个条件 就是15千 GSV跟TOP G1 to G3 G1 to G3 这是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 它要有四字脚 Let's say for example 我们现在在考LT的人 我们有把这两个条件 是分开来考的 就是如果我有四字脚的 这个月份 我又没有做到15千 这样这个会不会跟上次一样 是分开 还是一定要在一起 这个一定要在一起 它必须要在一起 很小心 它跟StarGrader不一样 它这个是必须要在一起 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它做不到15千 你没有是5千 你也很难有那个structure 坦白说 因为你的15千 还没有讲 一定要count from一条线 它可以分散 特别如果你是brand director的话 我的25千 可能我有G1 这个G1有G2 然后这个G1只有他自己 然后这个G1有到G3 所以它是把这些人 所有的加起来 包括你自己 有25千 它不是就是看一条大脚 所以往好的方面来看的话 就是它比较flexible 因为我可以加不同的下线的分数 因为有时候我也知道有些 可能这条线 它就给你做到8千多 不会再上了 可是你其他脚 其实还是有分数的 如果不算的话 其实就很浪费咯 所以它这个其实还是有它的flexible的地方 OK 还有什么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要删了 我要脚了 我要假了 不要紧 你们还是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你想到 你还是可以 send给Jack 然后Jack 其实你可以send给回灵 跟我 所以我们那边会 给你们知道 因为其实有些问题 我们其实还在挣酌着 因为它还没有实际上发生 不过 你知道你们很credit的 因为你异过很多奇奇怪怪的情况 所以你们有意到了 或者是你已经pretend 它可能会发生了的 你send给Jack 所以我们这边会跟 regional bank quartify 清楚 然后我们给一个form答案是你们 OK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OK 所以我留给Jack 我先走 先 OK OK Bye OK吗 大家清楚吗 清楚哦 应该应该就是这样了 OK 好 so我们 大家 我觉得就像Metro讲的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去 真正去build 那个组织的 的时候 所以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个 OK 大家设定目标 加油 加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加油 等一下我去showcase 你们要拿东西 让我知道哈 你记得帮我拿 好 OK OK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因为我就是下去了 嗯 你回来 给我知道 我给你拿 啊 我 我其实这个完了 我就下去了 嗯嗯 现在就换了 又要下去了 嗯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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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